新美式新店在日前发生了杂电掳人的案件 有一名17岁的员工被带走 警方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人成功救出来 但是呢被杂电的这一方回过头来 到了掳人的零姓祖先平常修车的车行 开着车就直接撞了进去再乱杂 发现了八个人现在也被警方通通逮捕 撞车行 杂电 前犯开着白色箱形车想逃却立刻被拦下 一开始还想装傻但被认出来当场逮捕 被砸的车行当时根本没开门 八名嫌犯开两辆车来寻仇 目击民众吓坏了 电没开啊 但是他撞破停去 然后人就进去了 5分钟 5分钟之内店内被砸得乱七八糟 玻璃全碎来送修的两部车也被砸烂 就连停门口的别的车祸事故车 后车窗玻璃也遭殃 与他人有纠纷 那不以为有人的筹架是该死车行的员工 调查发现新店宝桥路上一间公司的员工 疑似公司机密文件外泄流到灵性嫌犯手上 员工的老婆在网路上呛瞎 说东西要拿去赚棺材本 灵性嫌犯气不过 纠重来砸店 还掳走店内17岁员工 监视器画面拍下 人被勾着脖子往外压走 警察救出来的时候他浑身是伤 被打的这方很不高兴 两天之后找来黑帮天道蒙的犯性男子 一共八个人 开车冲进灵性嫌犯平常修车的车行 一阵猛杂 从新店打到中和车行 车行业者虽然工程和双方都不认识 但警方不敢大意 就怕纠纷持续扩大 记者刘思林昭贤新北市报道